HELLO 大家好 我正好 今天要來開箱小米的AI音箱 然後呢這個AI音箱呢 是台灣版本 然後台灣也是最近才剛開賣 對 然後它的功能呢 雖然比大陸版本的少一點點 對 但是它還是可以用的 然後它可以 控制你們家的那個 控制家裡的 智慧燈具啊 或者是小米空氣清洗機 那個米家掃地機器人 米家IH電子鍋 電風扇 智慧插座 這些都是可以 就是靠這開小愛同學 去做控制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把它打開吧 然後這已經打開來看過了啦 然後這已經跟米家的APP 做配對過了 條件打開 好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電源線 對 電源線 然後這就是它的音箱啦 音箱長這樣 對 然後這邊就是那個 它的說明書 對 好 先把盒子放在旁邊 然後這個音箱呢 它的設計 我覺得就是有點怪怪的 因為這個點點 對 然後它的電源呢 就是要把它插在這邊 我們就 插進去 電源看看到底是不是可以正常的運作 Let's go 好啦我現在已經插上電源啦 然後它這個就是下載它的APP 就是小米的小愛音箱 對 然後就是可以去用KKBUS來做音樂 對 然後就是一開始呢你要什麼呼叫它 就是小愛同學 對 小愛同學就是有這個 對 好 然後就可以問它 小愛同學明天會下雨嗎 欸 明天會下雨嗎 是的 桃園是明天雨轉正雨 記得帶傘 然後它聲音有點大聲的話 你就跟它講說小愛同學 欸 小聲一點 好的 音量調小到70% 對 然後它這個音箱呢 我其實是覺得還蠻喜歡的啦 但是 它好像可以連手機的藍牙 然後用手機裡面的音樂來播放 但是 我剛剛好像有試過 它只能用KKBUS 對 然後這是唯一的缺點 它應該是可以用手機的藍牙鍋音樂 但是我這個 還沒人就到 所以呢 還不知道 對 然後就可以跟小愛同學聊天啦 欸 小愛同學 欸 播放音樂 請先在小愛音箱 App 中綁定 KKBOX 音樂賬號 就能享受好音樂了 你看這不是它只能用KKBOX來做播放 對 這是唯一的缺點啦 它 它應該還有別個功能之類的 例如講說明天會下雨嗎 或者是天氣如何 喔 還有個翻譯 小愛同學 我在 你在幹嘛的英文怎麼說 What are you doing 對 它還有個學狗叫啊 學動物叫都ok的 小愛同學 我在 狗的叫聲什麼叫 狗子的聲音 好真實喔 太真實性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 什麼 小愛同學 我在 河馬的聲音什麼叫 原來就叫做河馬的聲音 這個喇叭 這個音箱呢 還有使用心得 這個音箱也可以當成是喇叭在使用 但是你沒有買到那個電風扇啊 或是 IH電子鍋 或是那個 台燈的話 它這個應該就比較不適合買來用了 那如果家裡有台燈啊 小米的台燈 然後是有家具袋對不對 你就可以把它就是用在米家 綁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 就是跟它一起 連動 然後就講說幫我關那個台燈啊 它就把你的那個台燈的燈真的關掉了 我是看別人開箱過 但是呢 因為我現在目前家裡還沒有台燈 然後也沒有什麼 IH電子鍋 所以我就沒辦法測試給你們看 那等下次就是有那個 那個東西的話呢 我就會就是 一起測試給你們看 然後今天就是開箱這個 小米的IH電子鍋 那我覺得還是 還蠻值得購買的 那個AI音箱的話呢 就有KKBOX 好像六個月免費試聽吧 好啦 我的影片結束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就在一起按喜歡 那如果什麼問題呢 可以大家留言 並且分享 那如果喜歡的就是我的影片 就在一起按訂閱 並開啟鈴鐺 這樣有新影片才會收到通知喔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